在台湾,危害農作物最出名的就是福寿螺 它每年危害10500公頃的農田 造成的農業損失以高達100多億 市面上有許多捕螺用具 大多會花費時間和體力 且不停彎腰挺起 較容易造成身體的負擔 許多農民有經濟上的考量 所以通常選擇農藥相對便宜又快速 但大多具有強烈的毒性 會對健康和環境造成危害 訪查中發現了在捕捉福寿螺後 並無有效的處理方式 因此Velo一共想以租代買租借機台 透過智慧面板設定 租借工作包後前往農地進行務農 行進賞合適的吸頭 透過旋轉馬達吸入福寿螺 同時既有馬達震動 將多餘的泥沙排除 安靜的福寿螺 再透過包上的第二顆旋轉馬達 吸入包內收集盒中 務農作業完成後 回到充電站的作業平台上 將收集盒取出後放置回收處 滿顯示回饋 讓農民有第二份收入 同時出現清洗過後的收集盒 充電在靠卡感應及完成作業 而充電站的電力來源 是由太陽能以福寿螺的形象設計 傾斜15度達到最佳發電效率 福寿螺回收後可製成有機土 達到懸吻經濟的價值